早餐 明東 明東 我老婆在出發的時候 就一直跟我講在提醒他 然後我就跟兒子講這個任務 我兒子每天都在跟我講說提醒他 阿姨這個很可愛 他每天都在說媽媽 蛋糕蛋糕 他這個蛋糕買了他卻不能吃 因為他這個是巧克力 偷吃了一些 然後我打開 就是整塊給大家看一下 他厲害 他很厲害耶 他到現在還有就是 還有醬 他是絲喔 為什麼一定要買呢 因為這個其實上次就是 當地的那個大哥 他有送的這個蛋糕 然後因為我本身真的不愛吃 古早味的 然後想到他這麼熱情 然後就收起來 就一次甜 那也太好吃了 他買的是南瓜起司 然後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口味 那天去要走之前 看到 就是我去的時候 然後他只有原味 那是什麼 哇 他只有原味 紅茶 跟爆醬巧克力 我就說 蛤 沒有南瓜乳酪 然後他就說 今天是你吃 原來他們每次的 每天 每天的口味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就覺得 太可惜了 因為我蝦 小孩真的 我自己也很愛吃 那個蛋糕 哇 他南瓜乳酪好好吃 因為他裡面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 很濕潤耶 他有南瓜蛋糕 我就是 爆漿巧克力蛋糕 他有原味 南瓜乳酪 黑糖 紅茶 蔓越莓乳 爆漿巧克力 芋頭天使檸檬 香蕉巧克力 然後 我去的時候 就是可能是平日吧 所以他其實沒有什麼人排隊 其實還 就是還蠻蠻蠻快的 他有說過 這次平時是沒有人排隊的 嗯 假日 南瓜蛋糕有的時候就沒有人排隊 喔真的喔 喔 他看東西 喔原來 難怪 沒有 看娜娜 娜娜在幹嘛 他要看日子而已 他要看日子而已 嗯 他要跟我的說 那是蠻蠻 他要看蠻蠻蠻 然後 我們就去啊 然後先說我們這一次去 要華人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去 因為要華人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 我到當天才決定 我們要去那個 金沙 呃 呃台南現在 五金啊五金啊 台南安平區 呃 安平景上公園 現在有個活動 叫夏日 夏日什麼的 超鬼 然後 找個名字好了 好 用手指 我到天下真的超好玩 雖然說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 他其實 因為他的地理位置 標示不清楚 其實不好找到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 我們居然晃了兩個小時才進去 因為 他的路是標示不清楚 然後我們 每個人進去 像外地的人進去 全部都是一個死下 我看超多人 車子開進去 錯 就開出來 對 然後呢 大家也就放棄 然後 呃 然後 結果我們 就是 要走的時候 我們要走的時候 爸爸就說 我們 去看一下 好了 就是想說他到底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就是 然後我們就一看 他是一個 感覺很小的 區域 不大 那還是真的決定要走 然後 也是決定要走 然後 我就是說 等一下 我下去問一下 因為阿優看到那個 氣墊床 他說 他想要 床關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下去問一下 換他小朋友 可不可以進去玩 不然的話 如果小朋友進不去 或者Yuna也沒辦法玩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 那就算了 沒有 原本我的打算是 阿優玩 阿優跟你去玩 然後 然後 我跟Yuna在那個 在上面等你們 然後在那邊喝個飲料 這樣 他叫 台南安平虎金 夏日加年華 然後呢 就是 我推薦 就是 真的一定要玩 一定要去玩 不管帶小孩 或是 就是 大人 大人 也超好 然後就一定要去玩 而且一定要買門票 去玩那個 水上的那個挑戰 那 一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是直接跟他講 水路 水路的門票 他水路的門票 就其實真的才200塊 然後裡面又包含了 那個 救生衣 然後呢 他還有50元的遮頂券 其實非常的划算 然後你可以玩到晚上8點 然後小孩的話 只要100塊 門票 然後呢 重點是Yuna也可以玩 他是80公分以上都可以 然後像Yuna進去的時候 是真的完全不愛 因為他真的很划 然後他下面就是真的是海巡 然後是三 三米這樣子 三十米 三十米耶 但是還好我們有那個救生衣 然後他們那邊也有救生員 然後呢 一開始我想說 也只是走走闖關 然後我們都不會下水 然後就是打扮得好好的走走走 發現我跟你講 一定要就是玩一玩下水才好玩 真的 因為他有很多就是挑戰的 挑戰的話呢 就是真的很容易滑下水 那個我要說 一開始Ayu不敢 因為他覺得他會掉下水 因為那個水真的蠻深的 然後呢 他因為有穿舊生衣 他沒有穿過舊生衣下水 對 所以他就穿舊生衣下去試試看 結果發現 哎呦 他可以扶著 舊生衣這麼好用 之後他就開始自己自己跳下水 真的你知道 因為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有拍 就是有點像懸崖 爬上去之後 我叫他等爸爸 爸爸跑不上去 跑不上去 然後我就叫他等爸爸 他就說 好了妹我要跳囉 他就說 你不要跳吧 不是不是 那個超高的 我要說你主要是因為 怎麼了 你看自己是不是 主要是因為呢 他就開始說他要跳囉 他還沒看下面 嗯 你懂嗎 他就懸崖嘛 他沒走過去 他說我要跳囉 他就走過去 然後我要上去的時候 我說你幹嘛 他說 沒有 我說為什麼 我害怕 真的超高的 然後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也怕 因為我爬上去過 然後我就說 算了算了算了 還是不要好了 然後就是 他的時間是 到10月18號 嗯 然後我覺得真的真的很好 我覺得可以再去一次 我真的想再去一次 想要再去一次 對 那個我真的覺得 是可以再去一次 然後呢 如果呢就是你有穿那個 比基尼的話 入場的話呢 就是他的那個門票 跟水上都免費喔 然後他們其實 你可以上他們的官網去看 對 然後他們每 呃就是從 因為平日的話 他們都有一些優惠特價 像好像星期一的話 錄圓可能只要50塊 我覺得就是大家 要去上網去看一下 他詳細的 因為他每一天的 活動 是不一樣的 對 大家可以去搜尋 安平虎金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棒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子全家 加起來才花500塊 500塊 對 那500塊的話呢 就是可以玩一整天 然後那邊很舒服的 就是有地方可以衝 可以換衣服 然後 沒有地方要衝啦 沒有他那個 換衣服是衝的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他晚上的時候 可以坐在那邊就是 涼泥休息 然後可以聽他們的 Live band這樣子 就是他們連平日 都有那個Live band 然後你就在那邊喝個啤酒 然後聽Live band 重點是他們的那個整個裝潢 很像夏威夷 他就是有那個草啊 對 然後風上出來是真的很舒服 然後 差一點 差一點 我們又要入住下來了 對 那我想說 下次就是 下次找附近去住 然後就是專門去那邊玩 我覺得一整天這樣子 會比較好 那不然的話 我們其實如果是 直接入住的話 但是其實有點晚了 我就覺得 好像不划算 那我就 開夜車回來好了 喔 累爆了 開夜車真的超累 反正我們就是 我覺得是蠻推這一次 就是 意外的 本來不想去 本來要放棄的行程 對 然後就一玩之後 小朋友也玩得很開心 所有小朋友這個玩得超開心 沒錯 大家可以去參考我們 就是去看我們 我們有一支影片可以去看 我們有一支影片可以去看 然後他們的那個虎晶 就是 原本是 其實是只有那個 黑色的大虎晶 喔他多了一支粉紅色的 他多了一支 那是他女朋友 哈哈哈 真的喔 他是在這邊待一段時間 交了一個女朋友 粉紅虎晶 然後他的那個眼睛旁邊 我有看他的愛心 喔 很可愛 就是大家可以去 就算你們不下水 就是 去那邊拍啊 也是很可愛 但是我跟你講 他就是一定要下水去玩 才好玩 真的 一定要下水玩 包括我覺得會比較 可惜 只是去那邊拍拍照 對啊 去那邊不要只拍照 就是一定要下水 穿個救生衣 克服自己的恐懼 連Yuna都不怕 Yuna突然救生衣在水裡面這樣 飄啊飄啊飄啊 他都不怕 他很喜歡好不好 是不是 然後因為平日就是還蠻少人的 所以我是接一批日去 好不好 就是今天的早餐分享 好 跟大家拜拜